提到 Bose 很多人都認為是貴價品牌 但隨著品牌走向年輕化,價錢都變得比較親民 就好像最近推出的 SoundTouch 10 喇叭 定格都只不過是 1680 元 就算比較高端的第二代 SoundLink 藍牙耳機 都只賣 2280 元 作為一個中高階音響牌子,並不算貴 今次 Bose 搞的發佈會都蠻特別 場面分為四個部份 第一個是播廣告 第二個是介紹和試聽 SoundTouch 10 喇叭 第三個是介紹和試聽第二代 SoundLink 藍牙耳機 至於最後一個就是放置今年推出的產品 環境雖然好黑,不過用來試聽都蠻好 首先講講那部 SoundTouch 10 喇叭 主要是用作補原家居無線喇叭而設 除了設有藍牙可以連接到手機,播放音樂之外 更加內置有 Wi-Fi 功能 主要是在藍牙接收不到的時候 亦都能夠以 Wi-Fi 連接手機專用 App 播歌 此外機頂就設有自設的播放清單 只要一按機身,就可以即刻播放 不用再在手機做選歌,設定等等動作 變得更加方便 另外亦都提供遙控器 想專心欣賞音樂,選歌,轉清單等等 都可以用遙控器做到 除了一部機獨立播放之外 亦都可以同時連接多部機一起播 至於第二代 SoundLink 藍牙耳機 最低特點是支援 NFC 配對 即是用手機一拍就配對到 省了不少連接的時間 而為了配合長時間播放用家需要 播放時間長達15小時 亦都支援快速充電功能 只需充電15分鐘,就可以播放兩個鐘音樂 連接手機當然都可以當免提用 加入收音咪、高清語音 以及專為過風聲和雜聲而設的 收音自動調整技術,令通話質素提高 音色方面,亦都會加入主動式均衡技術 以及音量優化均衡技術 在任何音量之下,都可以保持細膩的音色 而且耳機的重量不足200g,戴上頭也不會太重